哈囉各位朋友們,我是Kaiwan 今天我們快速開箱跟分享一台超便宜的手機 那這就是我們的MOTO E6S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所以這支手機就直接附給你一個塑膠的軟軟保護套 但它的外觀也有一個非常特別 這應該是它的喇叭吧 它的喇叭長在背後耶 真的是非常特別 OK 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些說明文件跟一個小小的卡針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5W的變壓器 一條Micro USB 這不是Type-C 要特別留意一下 還有一條超級像AirPods的黑色耳機 不知道要聽起來怎麼樣 那我們快速開箱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會使用這支手機幾天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支手機的優缺點 跟自己的使用心得 那我們就直接去測試吧 OK 經過幾天的測試之後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支MOTO E6S的優缺點 還有它的相機到底拍起來怎麼樣 那我們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就是這台MOTO E6S 真的超級超級輕 它只有160公克 每一次拿起來都非常驚豔 就說 怎麼用手機可以這麼這麼的輕巧 拿起來完全沒有負擔 就好像空氣一樣 第二個優點就是它完全沒有安裝任何其他的軟體 全部都是Google內建的軟體 真的是超乾淨超棒 第三個優點就是MOTO在接近原生Android的狀態下 加入一些小功能 像是抬起來 顯示時間 音量擴大等等的技術 還有 神奇的手電筒 這些小小的功能就是MOTO加進去 但是 整體還是非常接近原生Android 我覺得這非常棒 第四個優點就是MOTO這小小的螢幕 顏色非常的準確 它跟我校色過的螢幕顏色非常接近 那看起來就非常舒服 第五個優點就是它的喇叭音量超大 那它的喇叭配置放在機身的後面 那我覺得有很多優點 像是 你怎麼樣拿 不管直的 橫著拿 放在桌上 都不會遮到喇叭 這非常厲害 那如果像其他的手機 如果單聲到的喇叭只有在機身下面的話 你很容易 可能朝著右邊你右耳就會很痛 那你朝著左邊左耳就會很痛 但是這一台MOTO喇叭封在機身後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左右耳聽起來音量是平均的 第六個優點就是這支手機也有獨立的三卡槽 所以你想要加多少的記憶體 你就可以加多少的記憶體 這支手機的效能如果玩3D遊戲的話 它會不時的卡頓 那但是滑個網頁啊 或者是看個YouTube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如果你要玩3D遊戲的話 你就去看其他手機吧 這支手機的暫存只有2GB 聽起來很少 但是依我個人使用下來 只是開很多東西也不太會被關掉 除非你開了一個網頁 那那個網頁通通都是照片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被關掉 但正常使用的話 我開5、6個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網頁都還在 這支手機的電量比較少 我只用了5個半小時的螢幕亮起時間 這支手機的軟體開啟時間也長了一些 你按下去你還需要等待一陣子 它才會開始拋你要的東西 這支手機的螢幕解析度也比較低 所以正常使用你可以很明顯看出來螢幕一格一格的像素 這支手機的相機拍出來的照片真的是爛到一個炸開來 看起來有點像電腦內建的視訊鏡頭 就是這麼糟糕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深入測試這支手機的相機部分 第一個我們來測試的就是我們ISO100雜訊抑制 它的彩色雜訊多了一些 但是彩色雜訊還蠻容易處理的 這支手機照片的動態範圍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你可以用第三方軟體來拍攝RAW檔 那高光啊暗部全部都可以拉回來 那我覺得這支手機炫光一直就普通普通 已經還蠻明顯可以看到炫光的效果 就整個影像都會被影響 有一點萌萌隆隆 好像白內臟的感覺 下一個測試我們來測試 這支手機的內建相機的人像背景虛化功能 背景虛化這個功能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它無法選擇誰是主體誰是背景 它永遠都是把正中間當作主體 然後對焦正中間 所以不是在正中間的東西全部都模糊掉 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在幹什麼 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物體放在正中間看看到底會拍出來怎麼樣子 那整個邊緣都是鋸齒狀 它的背景有點像是Photoshop的異化 就這樣亂推 然後看起來很糟糕 那接下來就是影片的部分 那它影片最大的影像尺寸只有到1920x1080 Full HD 影片的動態範圍我覺得就差了一些些 它的高光很容易就炸掉 然後它的暗部也整個就是死黑 完全救不回來 影片的自動對焦真的是爛掉一個炸開來 它只能對焦正中間 它沒有辦法對焦旁邊 也沒有辦法手動選擇自動對焦點 真是非常荒謬 那它有的時候還擺爛 根本不對焦 接著自拍鏡頭 那自拍鏡頭真的是拍起來 跟電腦的視訊鏡頭幾乎一模一樣 爛到一個炸開來 那照片的部分我覺得它處理有點過度銳利化 非常不自然 那影片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的對比度太強了 強到高光整個炸掉 然後暗部整個消失 唯一的優點就是它的影片曝光 我覺得還算蠻穩定的 不會因為有東西動一下 然後讓整個曝光亂跳之類的 最後我們做個小小結論 到底誰適合買這一支Moto 16S呢? 那我有一個非常酷的想法就是 你不想要被手機束縛的人 因為你不能去碰任何社群媒體 因為它的相機真的是爛到一個炸開來 它的電量也沒有夠多 可以讓你去碰社群媒體 你如果想要一個輕巧機身 小小手機隨身攜帶 只是要通訊 傳個簡訊 用個E-mail 傳個訊息 那我覺得這支手機 非常適合你 OK這支我們今天的Moto 16S開箱 優趣點跟相機測試的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o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